2月3日乌克兰各地响起了空袭警报 欧盟高级官员当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莲斯基召开峰会 已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持续打击的同时 也在努力成为欧盟和北约的一员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苏拉·冯德·莱恩和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 3日在基辅召开峰会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打击其邻国即将一周年之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上一次这样的峰会是2021年10月在基辅举行的 也就是俄乌战开始前几个月 这次是欧盟首次向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派出此类政治代表团 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抵达基辅时发文说 我们的决心不会松懈 我们也将支持你们在通往欧盟路上的每一步 以歇尔、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预计将发布联合声明 他们在媒体提前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中表示 只要需要 欧盟将支持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 正在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 在3日空袭警告发出后 没有关于新一轮导弹袭击的及时报道 乌克兰希望加入27国集团 并于去年6月正式提交了申请 不过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并需要通过影响深远的改革 同时 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委员会愿意让基辅加入他所说的一些欧洲关键项目 这些项目将带来类似于成员国的好处 美联社报道 这些计划将在3日的会议上讨论 会议还将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之一 地方性腐败 此次次度访问基辅的冯德莱恩说他对乌克兰的反腐行动感到欣慰 前一天 泽连斯基在一周内第二次将矛头指向腐败官员 一些高级官员被解职